前年11月3日霸示威 一個男人早前承認襲警罪 另外被裁定非法集結 及使用蒙面物品罪罪成 被判監7個月 前年11月13日 大批穿黑色衣服和戴口罩的人 在中環交易廣場外聚集破壞 警方到場處理 戴著口罩的35歲被告張子文 為阻止警員戴走被制服的一男一女 突然衝向一個警長 防暴警員是警棍上前驅趕時遭反抗 被告有企圖搶走圓盾 最後被多個警員制服 裁判官判刑時說 被告連同其他人參與非法集結 擾亂社會安寧 職人多勢眾逼令警員放人 如果變成搶犯 可能會構成妨礙司法公證 案發正值中環五法時間 對公眾威脅極大 雖然受襲的警員沒有實際的傷勢 但屬於嚴重襲警呈滅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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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